大家好 从八月下旬开始 中国大陆总算进入了党代会之前的政治旺季 今年的政治旺季算是来得晚的 按照以往中共的换届年 差不多在春天两会前后 各种消息就满天飞了 就很活跃了 可是今年的旺季硬生生差不多推迟了半年 旺季来得晚 所以它消息一出来的时候也比较密集 那我们这几天说政治话题就比较多 毕竟我这个频道多数网友是更关心时事政治的 从上个星期五八月二十五号到今天 这几天之内就接连发生了几条很耸动的消息 先是八月二十五号 香港媒体深度起底贺国强家族 主要是曝光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 在他老爹掌权时期 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渠道聚敛财富的 这次港媒的报道呢是蛮有细节的 他细节的丰富程度在以往香港媒体对中共高层人物的报道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我认为他的细节程度还超过了七月份英文南华早报对栗战书的爆料 再往后就是八月二十六号 星期六原陆军司令李作成首次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 会见了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 这就标志着军委高层出现了重大人事变动 原参谋长房峰辉已经正式走人交班了 至少在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报道 说房峰辉的去向是哪里 而且在中共十九大之前 中央军委的人事震荡很有可能还会延续 再有就是周末传出了王健林父子出逃 然后被边控的谣言 所谓的谣言 万达公司又出来辟谣了 星期一印度在与中方对峙的洞朗地区后撤了 所以中印对峙目前暂时算告一段落 总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热闹 不过我们今天只能挑最重要的事情来说 刚才说的谣传辟谣放风爆料 那几件事情不是说它不重要 只不过它们还没有变成实际的结果 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环境和气氛 预示着某种趋势也是要重视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还是已经发生的事 因为已经发生的事 它对未来的指向更加明确了 所以今天咱们来聊李作成取代房峰辉 出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件事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中央军委里面的其他成员 是不是近期也会被解职取代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是另一个人 谁呢?就是胡春华 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房峰辉 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呢? 倒是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但是他们都和另一个人有很强的联系 那就是胡锦涛 所以房峰辉的命运变化 很可能也预示着胡春华的命运会受到一些影响 都联系了胡锦涛 咱们先说房峰辉和胡锦涛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房峰辉是胡锦涛执政的中后期 非常倚重的一个军方人物 在2007年7月份 中共十七大之前 房峰辉从广州军区被调任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 提督直立拱卫金基 这个时候房峰辉在整个胡锦涛布局里面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 在中共的官制体系里面 保卫北京的军事力量有三层 最贴身的一层就是中央警卫局 它相当于是大内侍卫 受制于中央办公厅 直接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安 在外面一圈就是北京卫戍区 北京卫戍区是一个军议级的单位 它的司令相当于过去的九门提督 负责京基九门之内的治安 在战争时期负责掩护领导人和中央机关撤退转移 当京城出现骚乱的时候协助弹压 有外敌入侵的时候 它负责京城的城防任务和战役任务 它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正规军事力量 再外面一圈就是北京军区 那北京军区司令就相当于过去的直立提督 在地方五官里面 它居首位 它的防务范围就是两省两市一区 两省就是河北省和山西省 两市就是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 一个自治区就是指内蒙古自治区 它是拱卫北京最外围的屏障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 房峰辉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2009年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国庆阅兵上 他陪同胡锦涛检阅部队 他的特殊地位此时显露无遗 在2012年十月份中共十八大前夕 他又出任总参谋长 他是胡锦涛任内在中央军委部下的一部 非常重要的旗 房峰辉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候 是七大军区司令员里面最年轻的 在出任总参谋长的时候 又是首个北京军区司令员直升总参谋长 在房峰辉之前 四任总参谋长都担任过两个大军区的司令 你像陈炳德 他干过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济南军区司令员 梁光烈是干过沈阳军区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司令员 在非常讲究门阀派系资历的军队体系里面 房峰辉的资历相对是比较浅的 所以胡锦涛在任十年 你看他窝窝囊囊小心谨慎 好像没干过啥魄力的事 但就是在提拔房峰辉这个事情上 在军队关键部门安插自己信得过人的这个事情上 他算咬咬牙干了几件 有点突破惯例的事吧 房峰辉作为军队高层里面 胡锦涛的重要遗产 他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习近平的军改以后 他是联合参谋部的首任参谋长 但是在十九大之前 房峰辉的仕途终于还是走到头了 那么他下台走人 是不是有什么很交代的过去的理由呢 年龄是一个问题 就是房峰辉是1951年出生的 到今年66岁了 你说他到了退休年龄也讲得通 中央军委的成员 但是他并不像政治局常委那种有很过硬的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卡着 如果他能够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是政治局委员副国籍 那还能再干几年七十岁退休 但是他要升不上去呢 确实是踩着退休的红线 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是军改领导小组的常顾副组长 年龄是67岁 比房峰辉还大一点 有传闻说他很可能留任 那么就继续是政治局委员副国籍 再干一届问题不大 另一个中央军委委员张又霞是1950年出生的 年龄也比房峰辉大 所以房峰辉是目前传出来的 中央军委现任成员里面 踩到退休年龄红线的 第二个交班走人的 上一个是海军前司令员吴胜利 你听听这名字 吴胜利啊 他是今年一月份退役的 不过他的年龄大的有点离谱都接近72岁了 那接下来就要看房峰辉是去哪里了 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他有可能是去担任另一个职务 不留言张海洋等人的后尘 去人大财经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打个酱油啥的 或者是干脆退役 再或者是接受调查 现在也有这方面的传闻说他接受调查 但是我相信不用等太久 他进一步的去向就会有所交代 房峰辉是胡锦涛的爱将 胡春华呢 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接班人 在十九大之前 房峰辉是中央军委里面第一个走人的 这是否意味着 胡锦涛的另一个爱将 胡春华的入常之路 也不会太平坦呢 我觉得多少有这么点意思 让房峰辉走人 那就是表示习近平并不顾忌胡锦涛 在军队里面所留下来的遗产 那么对于胡锦涛的另一项最重要的遗产 让胡春华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 所谓的双接班 他还会顾忌吗 现在这个双接班已经缺了其一 孙政才已经折了 胡春华硕果仅存 现在房峰辉去职 那对于胡春华的入常前景来讲 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信号 从现在到中共十九大之前 差不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 应该还会有几轮的讨价还价 8月24号 日本媒体拿出的那份七常委名单 胡春华是担任下一届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 也就是接替眼下张高丽的位置 国务院排名靠前的副总理是管啥的呢 现在张高丽分管的是发改委 财政部 住建部 国税等等 也都是比较重要的领域 对于势必要进行的经济生化改革 习近平是不是能放心 把这个重要的位置交到胡春华的手上 确实我觉得是比较难说的 这里面的关键呢 还是在于胡春华的年龄 就是胡春华年轻啊 他1963年出生 今年才54岁 再过五年挨到中共的二十大 假如还有二十大的话 那是59岁 不满六十 可以说得上是年富力强 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时候 胡春华的年龄和习近平接班的时候 是一样大的 还能再干两届呢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往前再走一步 那就是国务院总理了嘛 所以独卖新闻把胡春华 放在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位置上 实际上就是把他摆进了接班序列的意思了嘛 那么这个希望有多大呢 我们首先要看胡春华的支持力量 胡春华的主要支持是来自于胡锦涛 胡锦涛挺胡春华的意思 确实是异于言表的 今年年初胡锦涛现身于广州花市 胡春华陪同 胡锦涛作为一个卸任的总书记 他露面为一个很有希望竞争政治局常委的省委书记站台 这对于胡锦涛 他一向低调谨慎的刑事风格来讲 就算很大尺度的行动了 那么说到这儿 那是不是说习近平开掉防风辉不给胡锦涛面子 给胡春华的入常之路也增加了变数 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和胡锦涛之间的矛盾会尖锐呢 倒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权力的竞争人士的洗牌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胡与习之间彼此都有比较大的弹性 倒不至于马上就发展到针尖对脉盲干上的程度 首先是胡锦涛性格比较懦弱 他在压力下有比较多的退让空间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 可以说胡锦涛有不少好牌 结果是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除了一个李克强 他连一个共青团出身的人都没有塞进去 仍然是让江泽民派系占据了四个席位 十八大之前胡锦涛也有几次放风 试探在留任两年中央军委主席的可能性 直到结果出来前的一两天 仍然有不少媒体猜测 胡锦涛留任两年军委主席是比较大概率的事件 结果呢 他在压力之下还是裸退了 再然后查办他的大内总管令计划 他也没设置阻力 因此胡锦涛对某个旧部的支持 按照过去的历程来看 到最后关头不是那么靠得住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了 就是胡锦涛当初一再退让 就是想等着胡锦涛等人接班的 留了这么一线希望 不过他一直都不是那么一个能够坚守防线的人 再看习近平这边 让胡锦涛入常确实不是一件太顺心的事 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没有挽回的余地 一是这个常委的分工可以再讨论嘛 胡锦涛就算入常 他不一定去分管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第二就是习近平取得了党主席身份 巩固了地位之后 他可以通过以后的中央全会 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来调整常委的分工 这种事情过去也发生过很多次 像赵紫阳就是在1980年 在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之间 接替了华国锋的国务院总理职务 所以习近平只要他最重要的目标达成了 以后的事情是可以再放到以后来处理 他不一定要在当下把所有目标都达成 虽然说习和胡在未来的人事安排上会有一定的矛盾 但是我们判断他们矛盾的尖锐程度 还是要看一些标杆事件 当前就是要看胡锦涛本人 以及他的主要部下 是不是成为反腐斗争直接触及的对象 令计划的事情应该与胡锦涛有了比较明确的切割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房峰辉的去向 现在看起来习与胡之间的矛盾 还远不像习近平拿下郭伯雄 徐太后周永康对江泽民派系的铸痛那么大 再有一个新闻就是中央社今天发表了一篇报道 说李作成取代房峰辉之后 还会有一批新的中央军委后任成员 以新职务亮相 因为中共十九大上除了要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之外 还要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嘛 所以这篇报道呢 是预言习近平要走先军后党的道路 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先集中精力 把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全都换成习家军 全都换成他自己的人 比如让海军政委苗华接替张阳担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让北部战区司令赵浦接替赵克什 担任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等等 这都是中央社的这篇报道披露出来的人事名单 这些调整如果要来的话应该就在近期 那么先军后党以军逼党 军委出现了迅速的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那么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名单 那我认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动 关于党和枪之间的关系 陈破空先生有一个总结我非常赞同 原则上共产党是讲党指挥枪 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事实上党和枪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远比那一句口号复杂 有了党的加持给你安上个名分 你当然才能够逐步去掌握枪杆子 可是等你掌握了枪杆子之后 把枪杆子握牢了 反过来你又有实力来支配党内重要的人事安排 所以事实上又变成了枪指挥党 你看邓小平就是完成了这个循环 他从70年代后期 当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到80年代他成了中央军委主席 握牢了枪杆子 事实上就等于枪指挥党了吗 他实力过硬了 对总书记的人选都能够一言费力 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确实是在以邓小平的道路为参照 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 根据时事的更新进展 我们再来做评论 谢谢大家